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望男主体制杨子,捧红了邓伦和李宪,新剧又将捧他。 杨子陪伴了追剧党度过完美的暑期,虽然天气炎热, 但看到同颜夫妇的在剧中的疯狂撒糖,还是甜到心坎。 近两年来,杨子已经被不少网友称之为收视女王, 更具有望男主体制,和赵丽颖、杨幂等人一样。 随着亲爱的、热爱的爆红,这又让不少网友回想起去年暑期的《香蜜沉沉浸如霜》, 他在剧中饰演女主紧密,前期天真懵懂,后期为爱痴狂, 可谓甜到掉牙虐到甘疼,当时也是掀起了超高的热度和口碑, 而与之搭档的男主邓伦,也再次爆红。 当然,邓伦之前的名气也不差,毕竟那种丑帅丑帅的长相, 也是蛮吃香的,在《香蜜》中,他的魔尊造型邪魅又撩人, 气势很强,所以呢,邓伦当时也是蹭蹭蹭涨粉。 望男主杨子,十分受观众欢迎, 这两年的两部热播剧,成功奠定了杨子在观众心中收拾女王的地位。 如今亲爱的,热爱的也迎来收官, 不少网友又把目光放到了《我的莫格丽男孩》, 杨子在剧中饰演都市创业女性灵溪, 与森林男孩莫格丽的故事, 也牵扯到大自然,极具正能量,题材新颖, 个人认为,极具魏波鲜火的特质。 或许是因为题材问题,毕竟流淌的美好时光, 剧情狗血没新意,虽然书粉不少, 但去年已经有个电影版了, 作为望男主体制的杨子,与马天宇也是好友, 那么杨子能否让马天宇再次爆红呢? 望男主体制杨子,捧红了邓伦和李宪, 新剧又将捧他。 带播剧热度榜,肖战和宋西三部上榜, 王一博和杨子两部上榜。 今年上半年的电视剧, 除了隐秘的角落安家, 没有太多惊喜。 尤其是流量明星主演的电视剧, 播出的很少, 除了迪丽热巴主演的 《三生三世枕上书幸福出手可及》, 王源主演的 《大主宰》, 易阳千玺和黄子涛主演的《热血同行》等。 肖战的三部剧分别是, 和杨子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排名第一, 和王大陆, 李沁主演的《狼殿下》, 排名第二, 和吴轩怡主演的《斗罗大陆》, 排名第十八。 只要肖战一成功复出, 这三部电视剧马上就会播出。 王一博和赵丽颖主演的《尤斐》, 排名第三, 有点偏低, 本应该比《狼殿下》的期待值高的。 这是王一博爆红后的第一部电视剧, 也是赵丽颖产后复出的第一部电视剧。 王一博还有一部电视剧带播, 和陈晓主演的《冰与火》, 排名第十三。 朱一龙也有两部电视剧带播, 分别是和刘诗诗主演的《亲爱的自己》, 排名第六, 和童谣主演的《叛逆者》, 排名第五。 童谣因为三十而已走红, 对叛逆者也有好处, 未来的期待值会更高。 李沁除了《亲爱的戎装》, 还有一部《狼殿下》, 也是两部。 许卫周也是两部, 一部是和杨超越主演的《仲夏满天心》, 一部是和白静庭主演的《荣耀乒乓》。 凭借单改剧爆红的黄景瑜、 许卫周、朱一龙、肖战、王一博, 如今都很受欢迎。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